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约是五公分 并且和盒子差不多长 然后把盒子放进袋子里面 完全的装进袋子里 很好 如果找不到适合的盒子 可以把盒子修剪成适当的大小 然后把盒子和袋子的开口处都粘起来 固定好形状 把盒子的开口处封住 然后在盒子中间绑一根绳子 做出稻草人的腰部 把绳子拉紧就能够做出腰部了 打一个结固定住 很好 就像这样 再打一下 勒紧了 然后要剪掉多余的绳子 好极了 接下来的步骤可能有一些难度 要在袋子侧边的三分之一处剪一条缝 很好 然后把它转过来 另一边再剪一下 这是因为我们要做出衣服边的样子 小心不要剪得太长 如果不小心剪得太长的话 可以用胶带补一下 这就是稻草人的身体了 好极了 接下来呢 再拿一根约五十公分长的绳子 放在盒子的底部 让两边露出来的绳子一样的长 然后用胶带粘在盒底 在盒底的部分一定要粘牢 很好 让稻草人的两条腿分开 就像这样 接着呢 要把盒子立起来 把包装袋两边捏成肩膀 把上面两边捏平 接着呢 再拿一根五十公分长的绳子 把绳子挂在上面 让两边一样的长 一半在这边 另外一半呢 当然是在另外一边了 然后把放在肩膀的部分粘牢 对 这可能有一些困难 你可以慢慢的去粘 很好 粘在这里 好极了 对 然后呢 在这儿我们再贴上一层胶带 好 全都粘好 这就已经基本完成了稻草人的外形 就像这样 这是手臂和腿 接着呢 我们要来做头部 揉一个纸团粘在身体上 我呢 贴上一些胶带 做一下示范 我们节目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只能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但是你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做 接下来呢 来做帽子 拿一个塑料杯或者是纸杯 把杯的边缘剪掉 把杯子倒过来 在纸上描下杯口的形状 记住 不用画得太整齐 因为它只是稻草人的帽子 所以呢 可以破破烂烂的 把杯子拿走 再画一个大约两公分的圆 不用画得太整齐 可以画一个破破烂烂的帽子 很好 剪下来呢 就能够出现现在这样的环 接下来有一个小技巧 先把帽子上部粘在头上 当然你可以向一边倾斜 这样看上去更像是稻草人 贴上一条胶带 后面呢 再粘上一条固定柱 然后把帽檐套过来 很好 看我是怎么做的 我们把帽檐放在上面 哦 太棒了 贴上胶带固定柱 我只是贴几条胶带做一下示范 你呢 要多花一些时间 贴完之后呢 这就是稻草人的身体部分了 然后要做手和脚 你需要准备一些纸做的管子 保鲜膜或者铝箔纸做的都可以 用在这里非常的合适 糖果包装纸则更好 首先把四根管子切成一半 就能够做出八个这样的手脚零件 接着呢 画手掌和脚掌 在一张纸上画两个手套 手指画尖一点点 好 让它看起来更像稻草人的手套 好极了 然后呢 画两个大椭圆形 当作脚掌 看我是怎么画的 就像这样 哦 这就是脚掌 把它剪下来 这就是手掌和脚掌了 不错 对吗 现在所有的身体零件都准备好了 我呢 先给它们排一下位置 大家看 在这儿 这是身体和头 那么四根管子当作手臂 下面四根呢 当作腿 下面还要放上两个脚掌 还有两个手套 好 你好 我叫安东尼 我也用了水彩 这样会让一些东西看起来比另一些近一点 嘿 您好 哦 看起来真是个好主意 我们可以用各种层次的水彩画上一张画 这看起来会非常的有趣 下面我们也来试一试 你可要开动你的脑袋 看看我到底在做什么呢 首先我要在第一层上 用很多的水 很稀的水彩 啊 因为我要让它看上去是在远方 看呐 看上去是不是几乎没有什么颜色 啊 对 开动你的脑筋 转一转 看看你是否能猜出我在画什么 啊 但是在我们再画第二层之前 应该让第一层完全的干透 放在一边让它晾干 干了以后我们来画第二层 这一回色彩要稍微深一点 这一句话 像这样 像这样 我们要使用很多的色彩 然后重重地涂在画上 看 现在我想你该猜出我在画什么了吧 我们要按据 啊就像这里 我们用油笔画出了最近的细节 非常具体 就像这样 很好 看看吧 我们就快完成了 这里还有一棵树 就这样 非常的具体 很好 快快动手试试吧 自己动手画这样一张水彩画 看看很漂亮 这些是细节 上山的路 和树 好 还有这里 我们再把它具体一点 勾勒出 大雁的轮廓 嗨 大家好 又见面了 嗨 我正在做稻草人呢 各式各样的稻草人 你们看呢 保证让你家里的植物增色不少 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也会非常的好看的 对 我们上一次做到哪了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上一次就做到这里 把空的饼干盒放在饼干包装袋里 把两个部分粘牢 在中间呢 绑上一根绳子 当作腰部 把袋子两边三分之一处 各剪出一条缝 然后拿两根绳子 粘在盒子上下两端 让两边的绳子一边长 要把绳子接触盒子的部分都粘牢 揉一个报纸团当作头部 粘在身体的上端 然后在纸上描下半个塑料杯 或者纸杯的杯口 在这个圆外再画一个圆 然后呢 剪下来 把帽子贴在稻草人的头上 再把环套上去 然后粘好 剪下纸做的管子 当作手臂和腿 做出八个手脚零件 然后在纸上画手掌和脚掌 剪下来之后 就能够做出所有的身体零件了 然后我们要让稻草人更加的坚固 我们把乳胶加等量的水稀释 没错 把胶水涂在身体 还有头 帽子上都要涂到 然后呢 拿上纸巾或者卫生纸 再涂上一层胶水 很好 所有的角落都要涂到 我现在在脸上涂一张 就像这样 要粘到稻草人身体的下端 要小心不要破坏衣服的形状 要先捏住衣角 然后再小心地沾上卫生纸 要尽量维持原来的形状 很好 再涂上涂上涂到稻草人身体的下面时 先涂上一层胶 用卫生纸 用卫生纸沾上涂上涂上涂到水稻草人身体的下端 干了之后就会像这样 它变得很坚硬 把肩膀连接绳子的地方都涂上胶水 还有帽子和身体 底下呢 也完全贴满 保持好衣服的形状 让衣角向外展开 整个稻草人的身体都很坚固 接着呢 要让稻草人看起来更加生动一些 于是乎我们要给他画上一些细节 首先画上一张脸 画上眼睛 目前不用画得太漂亮 还有一张大嘴巴 还有呢 参差不齐的领子 对 稻草人的领子都是这样的 要画在适当的位置 鼻子呢 用纸做的圆锥来做 做一个圆锥 粘在鼻子的位置上 稻草人有很漂亮的立体鼻子 然后 我们先把它粘住 接着用广告颜料或者树纸颜料涂上颜色 我要把脸画成稻草的黄色 你可以涂上你喜欢的任何颜色 全部都涂上颜色 对 你可以慢慢的画 在节目中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画 手脚等部分都涂满之后 看上去呢 就会像这个样子 看 我呢 画了一些补丁 还用黑笔描出细节 画好之后呢 就可以把手脚都套上去了 这个稻草人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接着只要把两个管子各套进四只就可以了 一根绳子上套两个管子 好极了 然后把手掌或者脚掌都粘在末端 贴在绳子上 就像这样 就像这样 这样整条腿就固定了 我们要把多余的绳子剪掉 你可以把脚涂上棕色 对 这就是你的稻草人 你可以把它摆成各种姿势 看呐 奇怪的姿势 你还可以做不同形式的稻草人 对 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可以做立在花盆里的稻草人 这种稻草人的制作方式和前面几乎完全一样 不同的是 把盒子放进袋子时 要在盒子上方粘一根棍子 然后再贴另外一根棍子当做腿 接着粘上头部和帽子 在表面呢 贴上胶水和卫生纸 贴上手掌之后就可以着色了 完成之后就会像现在这样 看呐 很可爱对吗 非常不错 现在可以用它下走乌鸦了 如果没有乌鸦 你也可以放着让盆栽增色不少 如果你做的是有棍子的 那么这样做 首先你可以把它放在盆栽的土里 对吗 如果是有手脚的稻草人 你可以把它摆成各种样式 看我的这个蓝色稻草人 就是直接插在盆栽里的 那么这个绿色的呢 我把它放到了植物的上面 试试看吧 自己做一个稻草人 咳齦呗 算是挺深度的